近期楼价持续回落 财爷在预算案公布 案证公司会推出定息按揭贷款试验计划 案息锁定在2.75至2.95里 可以选定息10年、15年或者20年 只要符合供款与入息比率要求 不用通过加息压力测试都可以申请 贷款上限1000万,总额10亿 楼价仍然是很难负担的水平 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是没有条件减辣的 现在人们在供比较可能是高了一点点 但是就可以锁定10年 如果人们喜欢这样锁定 令自己有得容易一些规划 我们提供多一个选择给他们 现在银行价项息普遍是2.5厘 以贷款100万去计算 选定息2.75厘的话 头一年就要给多2,500元利息 市场现在都预算 未来至少两年处于低息环境 未来10年做定案 是否有吸引力呢 定在不到3厘的水平 这个当然不用休 没有人申请 如果有人借500万 都是只有200个人得益 这些是好看而不得益人少的 下个年度政府预计推出15幅地 加上铁路物业和私人发展 全年潜在供应15,700个单位 较今个年度只是多200个 想再增加短中期供应 就要靠港了两年的土地共享先渡计划 预计第二季接受申请 上限150公顷 第一个项目有望在2028年落成 有先电视机在黄启俊报道